记者刘婉军台南报道,农历年期间,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依然充满火药味,立委陈廷飞与黄伟哲正英连续两天为了在LINE转传的影片隔空护康,黄正英经发新闻稿指影片内容为可受社会公平的新闻事件,陈正英则劈对手抹黑打脸总统蔡英文及行政院长赖清德。 陈廷飞阵营昨天抨击黄伟哲阵营透过网路散播文章取义的误导影片,意图影响陈廷飞的选情,黄伟哲团队回应两人是志工无法控管其行为,影片内容才是市民关注焦点,今天在表示影片内容皆是可受社会公平的新闻事件,并直台南市议长选举案中,陈廷飞郭信良曾被指控为幕后操盘者, 而因跑票被民进党开除党籍的五位施议员在市长初选中也都支持陈廷飞,其中关联性当然会引起讨论,陈廷飞与郭信良的政治伙伴关系是台南众所周知的事实,而绰号黑面的郭信良曾涉及多起弊案与争议事件。 如果陈或提名甚至当选,民众也会担忧是否会有黑面之症。 呼吁陈廷飞与郭信良应以具体行动澄清市民的疑虑。 陈廷飞阵营则发出声明表示,行政院长赖清德昨天才在台南宣示, 初选所发生的任何抹黑内容绝对不是事实,呼吁全党上下团结一致,黄伟哲团队却一再放话抹黑对手。 先有助理传播不实影片,又有阵营成员接连两天, 以攻击式的言论企图误导台南市民,严重破坏民进党团结, 也进一步撕裂所有台南市民的信任。 重申针对台南市议长选举,民进党中央党部早已厘清真相, 也公布调查结果,司法判决还给陈廷飞一个公道。 郭信良协助党中央办号议长补选,也获得党主席蔡英文在中常会中肯定, 黄伟哲阵营的言论是在打连党主席蔡英文吗? 台南市长初选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为了胜选不择手段, 伤害台湾的民主制度及民进党在台南市辛苦建立的执政基础, 呼吁黄伟哲阵营好好面对国会办公室主任收款伊云, 才是真正对台南市民负责的态度。